嬴政举起麻袋中的弟弟 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不顾母亲哀求再次下令 再给我摔 烙矮刺杀嬴政失败 他把剑架在赵基的脖子上 试图以此威胁嬴政放自己一马 然而赵基却求嬴政帮自己结果了烙矮 嬴政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 烙矮自知自己活不了了 便把吕不韦和赵基的事都抖了出来 赵基忍无可忍 拿着手中的玉璧就向烙矮拍去 烙矮瞬间投破血流 嬴政趁机上前 一剑扎死了烙矮 赵基和烙矮被抬了出去 他们的两个儿子也被滴溜了出来 嬴政让人把他们装进麻袋里 他要亲手摔死这两个孽种 赵基还要求情 但是他配吗 秦国历代仙君的脸面都被他给丢尽了 不除掉这两个孽子天理难容 大王 母后求你了 不 又是一个落了下来 赵基的心都要碎了 但嬴政依旧没有停止 下令再摔 随后又有士兵挥剑卡来 直到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呼吸 赵基悲痛欲绝 直接昏死过去 然而嬴政并没有打算放过自己的母亲 为了秦国他不怕悲伤是母的骂名 好在吕不韦及时赶到 与他陈述亲情分析利弊 嬴政这才没有当场诛杀赵基 下令带回咸阳打入冷宫免去国母称号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吕不韦就没有责任吗 当然有 吕不韦欺上瞒下 或乱后宫罪则难逃 被罢处丞相之位 这大倾向冠顺理成章地落在了李斯的头上 老吕笑着点了点头 他感到十分欣慰 他的正儿终于像一个帝王了 总算没有辜负他十年来的苦心 然而李斯并没有打算放过老吕 说他虽附贤在家 却常常与山东六国的使臣来往 齐寒为三国仕途邀他前往围巷 嬴政再次铁下了心 下招逮捕吕不韦打入死楼 择日车裂 老吕没有丝毫怨言 只是对嬴政说了一句话 看你有了王者风范 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 然吕不韦对嬴政对大秦做出的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 无数大臣死见嬴政 望他收回王命释放吕不韦 嬴政在连杀二十七位大臣之后 终于被吕不韦的家臣司空马所打动 想想多年来重复对自己的恩情 若是没有他自己恐怕早就死了 秦国也不会有今日的强大 他当即下诏放了重复 然而老吕并不觉得自己还适合活在这个世上 他只求嬴政能深彻地读一下 自己编撰的吕是春秋变死而无憾了 殊不知这本书嬴政已经读了五遍了 里面的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他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老吕满脸都是泪水 他出狱的这几天 国外使臣依旧上门相邀 他不想再让秦国流传着对嬴政不利的言论 他在朝多年影响太大 唯一能让嬴政身上不再有自己影子的办法 便是杀了自己 他甚至是在哀求嬴政 请他莫再犹豫 老吕来到冷宫 最后见了赵姬一次 两人回忆着曾经的点点滴滴 吕不韦为赵姬盘着长发 他们就在这冷宫中完成 他们一辈子都没完成的夙愿 两人成了婚 做了尤且只有一天的真正夫妻 公元前235年 一代巨伤名相吕不韦被嬴政毒酒刺死 终年57岁